這次的立法會選舉 我能夠當選立法會議員 是很感謝港督區很多選民的支持 其中民政事務委員會 我是民建聯的發言人 我會關注於地區的事務 尤其是文化方面和弱勢社群方面 除了民政事務之外 我都會關注於交通 房屋和環境 因為這幾個方面都會影響我們市民的生活 我是一個出身於基層的立法會議員 我希望能夠就這幾方面民生的問題 可以直接和這些決策的官員和主管的官員 去反映我們市民的訴求 希望能夠有效地去解決一些地區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參選立法會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政綱 我希望能夠起我的任內 能夠實踐這個政綱